新疾西州立罗格斯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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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接近一年 开始陷入胶杂的状态 双方要得到决定性的胜利 看来也不会这么快 但是现在在美国国内的国际关系学界 又反而开始出现美与纠谋的呼声 去分析一旦俄罗斯战败 甚至是崩溃会带来什么的后果 譬如新疾西州立罗格斯特学的政治系教授莫迪 不久前就在《Foreign Policy》这个期刊赞问 他认为主流政客、议员、分析师等等 都忽略了如果俄罗斯一旦战败之后 对他的周边国家甚至是全世界、整个地球的局势 会带来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这个可能性并不是零 甚至是可以计算的 可以说是主流社会对这方面的危机意识是严重不足 那当然俄罗斯是否会战败、崩溃 每个人的分析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位学者或者他所代表的学派 就认为俄罗斯是必然会步向死亡 重复他说是必然会步向死亡 只不过时间 即是那个time frame是怎么样 就是另一回事了 为什么他会这么确定有这样的观点呢? 而他认为俄罗斯真的崩溃 又会有什么的后果呢? 我们不如看看以下的重点 看看在我们这一边的世界 又是否同意 莫迪是首先回顾了俄罗斯在过去的整个世纪 包括在苏联的时代 都是不断地扩张领土 拯拼了大量传统区域以外的非俄罗斯裔的族群 里面有很多的分歧是很大 一直都没有整合到 一早就埋下了全面瓦解的原因 如果政局不稳 中央集权本身又不是特别强 就可能没办法延续 毕竟苏联的崩溃 亦是境内的小数族裔首先发烂 而整个中央集团系统亦是瓦解的 今日俄罗斯的中央集权 起码远远不及苏联的时代 而俄罗斯境内的小数族群 又不会比苏联时代更加简单 那会不会苏联的剧本 又会重新出现一次呢? 当户赫兰人决定要奋战到底 而西方国家是继续提供 圆远不绝的武器换作 虽然中间有很多争议 但起码最后都是大致上交货 那就意外地暴露了 普京是否俄罗斯整体的弱势 虽然它军事上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国内的士气已经严重受挫 而国际的制裁引发俄罗斯国内经济的问题 亦开始严重 民众对反战、反腐败、经济民生等的问题 就会越来越容易出现反弹 在2023年的新年演说当中 普京甚至是罕有地说到 战争可能会危及俄罗斯的国家独立自主 其实是暗示 如果我们打输的话 可能会一铺清袋清零的 由于俄罗斯的过渡中央集权 某程度上 都是建基于普京这个人的强人形象 他的个人崇拜 他的近亲繁殖的集团 和他和他家人有关的群带资本主义关系 如果俄罗斯是战败 甚至是简单打得不好 又或者是普京患病 慢慢老太隆忠 多多少少都会令这种集权的情况逐渐消失 就好像苏联末代领袖哥尔巴喬夫之前那几位 都是越来越露太隆忠的老人家 究竟容不容易继续树立强人的认证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而我们看看人类历史上的大型战役的战败 某些社会系统的崩溃 经济危机等等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根据历史学家汤恩比的文明轻衰理论 往往自然就是政权的倒台 国家甚至是整个帝国的大瓦解 这些就是国家的生老病死 譬如说法国的拿破仑帝国 在来比锡战役之后开始败亡 关键转裂点就是一场仗 乌图曼帝国、奥空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全部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讨护瓦解 这些国家瓦解了之后 它带来新的世界秩序 就会是一个漫长的影响 就是国际关系所说的所谓结构了 博迪那位学者认为如果俄罗斯是瓦解的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就一定是权力的斗争 俄罗斯国内的极有民族主义者、专制的保守派 和有些开始复兴趋势的民主派之间 现在还可以有一个人禁止 但如果俄罗斯真的不再存在 又或者是内忧、内患这些派系之间 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角力 无论是哪一方胜出、哪一方占优 都会大大削弱整个俄罗斯的政体 毕竟这种内斗 本来就会令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处理的经济问题 资源分配问题、社会福利问题 再得不到妥善的处理 中国的文宣经常都说 政党恶斗、人民当灾 但没有政党、政治、民主制度的制衡 好像俄罗斯这种权斗 人民才会真正当灾 当经济问题持续 也很容易出现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等等 甚至可能有地方出现武装抗争 又或者要求更多的支持 这些剧情在1990年、1991年 苏联崩溃期间都是屡见不鲜 英国是祖国、日本是家乡 那香港是什么呢? 在前国安法之下的香港 香港人均由日人数世界排第一 离散到英国、北美的香港人 其中一项最不适应的 或者就是回家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 既然每次回家都会变得难能可贵 在海外的香港人出发回家之前 更加需要一本深度讲解 家乡的文化历史书籍 看完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出发吧 今星期陪伴大家回家的推介书友 排第一位的是 《京都千年之都的历史》 第二位是 《日本的滋味》 《伊国劳工食品》 《国民料理》 《全球文化符马》 《一部日本战后拉面史》 第三位是 《促解日本文化论》 《25本命著》 《解读日本人的自爱认同》 第四位 《博物日本》 《本草学与江户日本的自然观》 第五位 《封关西》 《探索日本文化心臟地带》 第六位 《日本澳地己行》 《从东京到东北、北海道 十九世纪的日本原乡探索》之旅 第七位 《日本超和时代老照片》 《铁道生活风景帖》 《前揭幕之内》 但如果俄罗斯今天崩溃 全球化时代 畢竟已根深蒂固 对全球影响 都可以耗心软 最即时的效果 就是说 就算俄罗斯可以捱得过 这个战败崩溃的危机 勉强苟然残喘 但它的版图 依然是全球最大国家 但国家实力不断弱化 人口又会锐减 反而言之 这个政权 是不足以支撑 前超级大国的地位 不足以控制 境内 那么丰富的天然资源 也不足以承担 本来在世界秩序的角色 又不能够扮演 区域霸主的角色 即是刚才我们说的 所有东西 没有了一个本来的权力核心 龐大的权力真空 就会成为 各方争夺的对象 而突然之间出现这么大的权力真空 在近这100年 是很少见的 有些学者就会担心 俄罗斯如果这样弱势的话 就一定会被其他强权 得到愚人之利了 那是哪些强权呢 每人的分析都会不同 譬如说 如果俄罗斯急速弱化 会不会慢慢会成为 中国的附庸国呢 会不会庞大的经济资源 就会成为了中国的囊中物呢 畢竟西方阵营和俄罗斯 是一段距离 而接让的欧洲国家 又未必有实力深入俄罗斯的福地 但是中国在怨东大陆这一边 要接触他们的资源 就相对简单容易了 那当然我们这些分析 全部都可以有一万个可能性的 重点就是 现在 美国也好 西方也好 中国也好 中东也好 任何旁观者 可以做些什么呢 对于可能出现的俄罗斯瓦解 美国的历史学者 罗伦尔就认为 很可能甚至会引发内战 不单是资源的重新分配 不单是大洗牌 可能真的会再打仗 如果是一群独立的小国 他们之间争夺土地 争夺天然资源 而到最后 剩下的莫斯科中央政府 又以武力震压收场的话 这些内战是可以抗日持久的 我们不要忘记 苏联解体的时候 并不是没有打过仗的 阿米尼亚和阿塞拜疆 为了立卡尔 立卡拉伯克自治州的战争 甚至是持续到今天 而每一个国家里面的民族问题 如果没有武力解决的话 是很难有萨那之间的共识 只不过现在事隔太远了 我们好像忘记了 但是是不是不会再发生呢? 当然不是 就算是美国前国武卿基辛格 即是在100岁高龄那一位 他都认为俄罗斯这个 横跨成11个时区 全球最庞大的国家 如果真的出现权力的真空 是会产生内外的暴力冲突 而他拥有核武这个事实 也可能令到冲突升到再难级 所以大家不应该只关注俄罗斯 是否军事上这么无能 如果俄罗斯崩溃 可能对全世界来说 是更大的灾难 所以基辛格 根据他一贯 他的作风就是说 所以大家契合而始 引到大家讲和 但是这样说 当然就完全不符合现在的主旋律 也会被乌克兰完全拒绝 但是美国学者 开始研判俄罗斯崩溃 对人类的影响 也不是突然之间才出现的 因为每一个国家 都是要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究竟俄罗斯是弱化 还是完全崩溃 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不同学者 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当然历史上的帝国衰亡 也有一些 比较happy ending 加大欢喜的例子 比如说 解体的过程 虽然好像刚才说 是出现过一些战事 但是相对 也是相对 也不算特别是暴力 起码这些前苏联的俄国 到今天 已经是有公认的边界 各自的行政机关 由不同的精英 去建立自己的国度 所以究竟 苏联是不是会崩溃 崩溃 崩溃到人类是好事 还是坏事 究竟是整个俄罗斯 都会捡入大战 还是有限度的区域冲突 究竟乱局是刹那就会终止 还是会抗日持久 全部都是未知 既然有这么多变数 其他国家应该要做的就是 未与筹谋及早准备 起码有备无患 无论局势去到多差都好 总好过完全措手不及 否则就会好像以前 突然之间面对巨变 是没有任何Plan B Plan C 也不知道什么国家应该要救 什么国家应该推波助澜 伯伯就会错失历史的良机 莫迪这些学者就会认为 如果俄罗斯瓦解 对美国利益来说 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 就是最首要的支援对象 稳定了他们 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 就会得到稳定 乱亦都会有个谱 亦都可以避免其他国家 即他所知的中国 或者是印度 乘虚而入 当然 对中国国家利益来说 又是否相反呢 日本、欧盟、印度 其他国家又会怎么计算呢 都是不知道 但是这个后俄罗斯 联邦 大一统时代 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肯定是会造成 敌原政治 天翻地覆的变迁 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想想 What if的问题 俄罗斯 在2023年 绝对是不应该忽略 这个很重要的面向